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的训练科目是徒手攀爬 没有完成的人 尤其是不想参加的人 你们可以举手施以我 我欢诉你们 离开散兵基地 明白吗 明白 预备 上 永烈 速度 第二排准备 上 第三排准备 上 永烈 抓住了 你给我起来 能不能起来 家伙 我真的不行了 你给我起来 你给我起来 你已经淘汰了 滚 杀 杀 藏河的好样呢 这才是我想看到的态度 再杀 有天才 抓我了 陆景彩你给我起来 你这个学生兵 你以为气比从容那么容易吗 我早就告诉过你 很多苦你是受不了的 我再问你一次 你能不能起来 能 不要 自查 少爷 怎么都来了 我没有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你们说吧 自查 你看啊 你这两天训练新兵的什么 杀杀你不用说了 你是不是想说科学练兵的方法 那你就更不用说 你也跟我说了很多遍了 我也听腻了 可是 你怎么样 你也想说什么吗 少爷 我就觉得 你小时候挺自卑的 还记不记得 那会儿咱家杀之机 就都也累了 你给我闭嘴 我不希望我的兵死在战场上 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大训练量 就像当年习长官训练我们一样 我有什么不对吗 一样吗 这样 要不啊 你写封信给习少爷问 怎么不一样 卢人师你告诉我 怎么个不一样 我们只有对自己狠 才能对敌人狠 想活下来就要消灭敌人 我再告诉你 我练出的兵 一定要具备极高的身体素质和战斗素养 这样他们才能活着从战场回来 我做的哪里不对 你们为什么要说不对呢 志成 你别说了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意见 你们可以向上面投诉 志成 你知不知道好歹啊 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关心你吗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看你现在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法西斯 你不要看我 我再也不会管你了 我才 蔡海诚 我当了这么多年兵 也欠过很多士兵 最后被称为屠夫的 我不想看到我们其中一个人 最后变成杀人机器 我再说句实话 优秀和勇猛的兵 不是这么训练出来的 少爷 什么时候还是少爷少爷的 你给我走 我 走 全体都有 结合了 快 来 我这队的人 全服武装 十顾里拉链 怎么又是我们队啊 那我只能告诉你 是你运气好 长官 今下午应该是休假时间吧 对啊 爽顾 爽顾 安静 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 他们会问你们是不是休假吗 当然不会 对 很好 我们队再加上左飞 立刻出发 别 蔡老师 谁要去谁去 你们好好跑啊 好好跑壳子 这不是练牲口是练什么这是 左飞 你给我出来 不是 我说着玩着 左飞 走 下去 你们都给我下去 你们听好了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是普通的军人 你们是散兵 永远都要给我记住这个 神圣的身份 你们就像天上的蒲公英一样 跳下来以后 不知道脚下是天堂还是地狱 所以你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活下来 我不希望你们连日本人都没看见 就白白牺牲 死于自己的舞蹈 我看到的脏了得死在你手里 小盒子 如果你不行 你可以滚回到你的守备队去养老 但是你在这儿 你必须要听我的命令 你把你的脸塞进去 我不想看 如果你再不下去 我就帮你下去 下 下 五 四 三 二 一 起来 你们都还活着 现在大家给我停好了 给我冲刺五公里 快点儿冲 快点儿冲 太往事 冲刺五公里 我骗死你 快 快快快 都快 快点儿 快 快点儿 快快 快 快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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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起来 我骗死我 你给我滚蛋 是 学长 这里没有学长 这里只有教官 是 教官 瞅警才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尊义成你帮过我 我就感激你 你以为穿上这身军服 你是真的成了一个军人吗 你告诉你 不是 一个真正的好产兵 他必须要具备三种素质 聪明的头刀 强壮的身体 和一颗永远不会放弃的心 明白吗 明白 教官 其实 从我到大学第一天起 我就是听到你的言调 你投避从容的理论 深深地影响着我 我也是为这个来的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的标杆 行的 我一定行 我再给你三秒的时间 要不你继续前进 要不放弃 一 二 三 行了吧 都多少圈了 有没有完了 闭嘴 你是教官还是我是教官 继续 再说我会出人面的 给我停下来 卢静才我告诉你 你这个样子是不合格的 不合格 学长 再来 你能在战场上重来吗 放开他 不许扶他 下一个 小壳子 我不上 你说什么 你不上 蔡老四 别人怕你 我可不怕你 我就是不上 好 你不怕我 你也不上 你马上收拾你的东西 混出我们的散兵队 我不上 我也不走 蔡老四 我问你 凭什么我们组的训练量 永远是其他组的两倍 刚刚陆进财 坚持着时间已经是其他组的 两倍了 说话了 为什么爱不合格 因为我是教本 我说不合格 就是不合格 我亏陆进财那么崇拜你 蔡之常 可四哥 可四哥 你敢骂我 信不信我想笨了你 学长 来啊 一了百了 冷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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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活便吗 老子杀人的时候 老子杀人的时候 你还撒鸟活泥呢 来 打 老子一枪崩了你 学长 你们在干什么 孟教官 蔡之诚涅带新兵 你看看给他了涅带了 没有没有 学长很严厉 是为了我们好 你混蛋 还像能说话 骂我 学长 你给我住手 你真的想滑便吗 把带头的人 够关禁闭 其他人 解散 是 走 在你报复他们之前 你先想清楚 家有才他们是怎么劝你的 你又是怎么做的 你到底有没有做错 我怎么的我没做错什么 我也没报复他们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们好 是 乔克自被关了三天禁闭 其他的人 我让洛云身先带着 你也是像他们那样 看我的对吗 我怎么看你无所谓 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 孟教官 他们不明白没关系 难道你也不明白吗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们好 你不是也曾经告诉过我 士兵要守护自己所爱的东西吗 如果他们连命都没有了 他们守护什么 爱什么 你真的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吗 这就是我守护他们的方式 我爱的 我要守护的 就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不愿意再看到 我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的倒下来 习队长不是也这么对我们吗 蔡志成 你根本就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现在就是害怕 你无法面对你自己心中的恐惧 你在为你自己的懦弱找借口 你给他们制定的目标 你自己能完成得了吗 你自己都完成不了 他们怎么能完成呢 这样如果有一天他们战死了 你就可以安慰自己 是他们完不成你的目标 对吧 你爱他们吗 我觉得你不爱 我觉得你连爱他们的勇气都没有 你怎么办 而喜少月呢 她是用她的生命 来爱你们 这是齐队长写给你的信 你仔细看看 好好的反思一下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得到 带兵 可不光是阳格地训练他们就行的 士兵也不仅仅是杀人的机器 当年曾国藩带兵是有云 武备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般 带遍兵如带子弟之心 往昔发达 往昔成立 责任之恩义 你性格刚义 于己本是好事 但切记 带兵心事万万不可走极端 队长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这是谁呀 洛教官 闲得没事到我这找乐子来了 挺乐呵在里头 那是啊 准备怎么处置我 是毙了我还是放了我 不毙不放 你还能怎么着 我不能怎么着 关你一辈子没问题 我来这儿告诉你 蔡智晟向大家道歉了 她也觉得她的训练有点过分 长官能道歉 胡鬼呢 我给你脸子是吧 乔格子我告诉你 我现在给你毙了 我都不用写报告 你别以为蔡晟好欺负 你给我站直了 那不能 她之前踹我 我不也挨着吗 你给我站直点 听见没 是 教官 火呢 教官 你给我站直点 我来说 少爷 没事吧 下午啊 可把我们给急坏了 喂 枪都洞上了 至于吗 其实我的出发点 是 算了 不说了 这是习队长给我写的信 台大队长 我们几个呀 也是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 行了 少爷 都是接新兵担子 你啊 就别往心里去了 有可能我真的是偏激了 齐死嘛 你看看 撒 还是我说的吧 得要用我的那套科学 你那套就算了 我背都背来了 别再说 疼啊 上多次战场了 疼 我很高兴 一个多月之后 还能见到你们 但是我现在还不能保证 你们每一个人 都能穿上 这身散兵服 到现在 还能有一百零六人 你们 教官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和你们朝夕相处 所以教官心词手软了 我已经决定 马上进行一场 野外的实战演习 一 蔡志成 国大央杆子 做云身 组织 一个五十六人的A组进攻队 有孟雪 还有 甲友才 带领剩下的B组 组织 逃一队 通过这次演习 我要看看大家 每一个人的 实际结果 综合打分 回来之后 我才能确定 你们每个人 最后 谁能穿上 这身散兵的军装 行动 开始 都跟上 快跑 快 跟上 快跑 冲在前面 跑 快 快 快冲 你们是第一散兵队 你们不是费物 快 给我跟上 快 再快 看到前面那棵树 如果没有跑到那个地方的人 谁也不要停下来 快 上 出道河边修长 到处来要不要 一 二 走飞 老子要喝水 这儿的水不能喝 这儿水不能喝 你给老子泡龙井啊 喝茶吧 喝茶好 喝茶好 喝好喝呀 你们都给我听着 我们在战场上 适合处于缺水的状态 你们谁能保证所接触的水源 是没有毒的呢 所以你们每个人给我记住 我们作为一个军人 宁愿渴死 也不能被别人毒死 明白吗 你们的时间到 全体齐力 继续前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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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有脚印 走 叫警区 马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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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走 叶儿内很潮湿 但是没有渗水 就说明他们是刚踩过去 至于方向 你说 脚印朝哪就往哪追 好 那我给你们上一看 他们一定不是往西走 而是往东走 脚印朝西往东走 倒着跑 你们俩能想到倒着走 看来这段时间可没白事 不过你们还是猜错了 他们是倒着穿鞋 怎么 怎么倒着穿鞋 怎么倒着穿鞋 你可以把鞋脱下来 用鞋带把自己的鞋 绑在脚跟上 这就是倒着穿鞋 大家过来 给我看看这脚印 如果我们正常人的脚印 应该是前前后身 因为我们人的重心是后面 而这个脚印恰好相反 是前身后前 意味着他们的重心是在前面 明白吗 教官 太神了啊 这 那 那你还看出来啥 我还能看出来 前方的敌军有多少人 这有点过了吧 乘一个了 按照每公尺的脚印的数量 再套用公式计算 可以估算我们的敌人 有多少人 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一个 真正的散兵 这些东西 你们以后都必须要学会 我也记不住 我也不想学 好啊 乔客子 如果你不想学 这些东西 你就永远都当不了一个真正的散兵 那我就不当散兵了 好 把枪给我 出来 你干什么 好 好 好 来 来 上来 算你们还 我不退来不行吗 算你有种 蔡老四 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 他们这个叫掩护 大家给我记住 我们面对孟雪也好 面对你们这帮人也好 我们都必须要做到知己知彼 这样我们才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误 而导致身边的兄弟去送死 明白吗 明白 跟着 看来我们的冥魂阵布得非常成功 只要再翻过那座山 我们却可以宣布演习胜利了 翁教官 咱们虽然是负责逃逸的 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赢的机会 难道要放弃吗 既然上风这一次制定了这个计划 咱们就让这个计划执行 而不是节外深知 毕竟啊 这个是演习嘛 小教官 现在是在演习 可是小鬼子还没打跑呢 难道我们所有的演习 不应该天天实际吗 现在如果有一帮 跟我们旗鼓向那的小鬼子正在追击 我们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我们要放弃 对 你说得对 我们不要单看这一次演习的成功与失败 而是通过演习给这群新兵更好的锻炼机会 教官 这万一输了 这些新兵 孟司令说过了 是综合平分 而不是因为这一次演习去平分 有才 他们一旦发现我们的行踪 就会跟过来 你带着人在下面掩护 我们两个人上山进行狐击 一旦他们过来 我们就给他们一个教训 好嘞 够了 你逼 肯定有埋伏 这样 我们华一卫三 我带一对作为诱饵 直奔目标 等我暴露以后落在眼杆 你 负责接应我们的同事 再次暴露给他们 好 华一善 你的任务最主 等我们两组所有的人暴露以后 你立即行动 给他们最后一击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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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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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你输了吧 放下 自财 这次你输了吧 放下 出来 我去打 队长 你可够神的呀 小壳子 你刚才摆掉水里了 不长记性 这叫知己知彼 不算法 上 撤 撤 撤 发下 叫你们发下 A队的战友们 根据规则 你们已经全体阵亡了 是 蔡队长 你们输了吗 你输了 出来 快走 王警官 真忙 队长 队长 这招又叫什么呀 这招呢就叫螳螂捕蝉 王雀在后 我宣布演习的结果 A队 损失三分之二人员 B队 还剩三名伤员 其他的全部阵亡 演习完毕 演习完毕 所有人返回基地 你不错吗 那里 还不是你 叫刀有方 对了 你觉得这次 该摔下去多少人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经济了 全体周庸 全体周庸 保护前进 登上 司令 希望我们的合作 能像这样良好的一直持续下去 我这次 让所有的新兵到野外训练 就是为了给这批货物交接 创造一个契机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认为 司令一定是一位能成大事的人 因为你每一个细节 都想得清清楚楚 司令 我特别好奇 我想知道 这次您动用飞机的理由是什么 我给重庆大报告说 用专机送唐主任回重庆树池 真是心思缜密啊 怪不得苍本将军这么看重这个人 不如消失呢 看来明天我得花一天的时间 才能写完演习报告 好 辛苦你了 尽量不要再刷掉人了 我觉得他们为了能留在这儿 都已经尽力了 我还以为你看不上他们呢 怎么会呢 我看到他们 就想起我们训练的时候 只不过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在了 又来了 对了 你打算怎么靠了你们那组性命 靠了 我又不会喝酒 带兵之道刚柔病剂 你应该学会这一点 我知道 那我先回去了 要动笔写我们这次的演习报告吗 好 你注意身体 还有 有 作为教官 你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 你也不要放松提升紫禁 我明白 你放心吧 孟雪啊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新兵通过这次演习 表现得都非常好 不用再刷人了 是 那好吧 从这百十来块人里 挑出五十名 成立一支散兵队 其余的人强化训练 作为主力的预备队 随时补充到第一散兵队 是 孟雪 上次 咱们俩的谈话 可能沟通上有些问题 我说的一些话 可能说得也过重了 你不要介意啊 现在 新兵训练 已经告一段落 你们也该好好休一休息了 这个 你拿着 去昆明城 好好逛逛 爸 这是 这是爸爸 这个月的军饷 一个女孩子 整天穿着军装 去 买几件衣服 打拔打拔 爸 我也有军饷 怎么 爸爸的钱 你不愿意花 这个 送给昆明的张主任 去昆明 路途远又不好走 你让蔡智诚 开车送你去吧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没必要让他陪我 妈 闲的是个男的 害羞 是吗 你们是战友 去吧 是 但愿这个蔡智诚 能让他忘掉 那个共产党 莫斯林怎么说 说什么 不就是让你送我去吗 我不是问这个 我是问新兵计划的事 那个计划已经通过了 放心吧 你怎么了 有心事啊 也没什么 我只是现在回想起 新兵训练的事情 自己都觉得有些好笑 我总算是明白 也理解了 当时习长官训练我们的心情 我现在真的恨不得 干嘛这么看着我 好 没什么 好好开车 德国人把波兰丢了 苏联人占领华沙 这却德国诺夫 德国人的东线之境 就意味着美国人和英国人 会将兵力集中在太平洋 和东南亚的战场上 菲律宾的战役 也朝着美国有力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 在中国的战场上 取得一次辉煌的胜利 来证明大日本帝国 才是德日同盟中的主力 目前看来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中国散兵这条大鱼 终于被我们拖下水了 请将军下令 相取一定洗净大楼山的耻辱 相取军 中国有句话 叫做此一时 彼一时 我们一定要耐心地潜伏 等待战机 好 孟小姐 张主任 每次我见到你啊 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是叫你孟教官 孟少孝 还是孟姑娘 张主任就叫我孟少孝吧 找我有什么事吗 家父对大楼山之事 一直对您抱有感激之情 所以特地托我给您送来 上等的云南茶叶 好 请笑纳 回去替我谢谢你父亲 好 家父还交代了一些事情 如果没有其他吩咐 那我就先走了 孟姑娘真是快人快语啊 那我就不送了 张主任再见 再见 来 志诚 吃点这个 谢谢 谢谢 你自己也吃啊 训练这么累 多吃点肉 看你训练这么辛苦 多吃点肉吧 好 好吃吗 来 这只最大的给你 最大是给你的 怎么了 没事 吃饱了 对对对 我差不多吃饱了 伙计 来买单 来了 志诚 我来吧 不行 哪能让女孩买单 我来 我是你教官 服从命令 哦 来 谢谢主管 这是 走吧 主任 有什么消息吗 情报处和行动处的人 这两天都反馈了一个信息 最近这一周 有人去各大药店 要求购买大连的药品 但是由于量实在是太大了 最后都让店家给拒绝了 买药 买药 昆明城就这么大 政府 不会 成方军 弄不着 散兵就更不可能了 那唯一剩下有可能的 那唯一剩下有可能的 那只有中共的地下党或者游击队了 慢走啊 好 小姐 您有什么需要吗 我先随便看看 想买一条裙子 不过我看您身材太高了 要不您跟我进去量量尺寸吧 好的 好 这边请 来 你看谁来了 孟雪同志 孤独同志 孟雪同志 你怎么来了 见到你实在是太好了 我真没想到来街头的人居然会是你 来坐下说 孟雪同志 快要过冬了 咱们游击队免医药品一样都没有 我们筹到了钱 可是没有地方买 国民党你是知道的 它控制了整个昆明城里所有的药商 要把我们游击队给扼杀掉 一支潘尼西林都不卖给我们 我都来了两三天了 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把我急坏了 你先别着急 我可以以散兵队的名义 帮你采购药品 不行 你会有危险的 他们不会怀疑我的 就算怀疑我 我也有办法 太好了 谢谢你孟雪同志 我代表组织真心地感谢你 我分内的事 对了 你有没有清单 有 你等一下 老板 怎么那姑娘还不出来 牌子两尺寸没那么买呢 别人 别人 拜托你了 没事 那个卖药的人查到了没有 已经有了几个嫌疑地址 正在竹口排查 既然目标明确了 就让兄弟们动起来了 否则骨头都扬散了 那确定目标之后呢 facility 先活捉 实在不行 就地枪决 是